联宏社区的居民很高兴看到市长谢国良率领都发处来到现场关心他们的社区现况 由于花莲大地震之后社区钢筋裸露的情况更加严重 住户很希望能够尽快都更 来到现场关心的还有光华里里长跟市议员曾继岩于三发 这个建筑可能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压力的 里面钢筋裸露更严重 上面有八栋 地下室只有一个 如果上面倒的话全部下面很恐怖啊 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都更从2017年就成立了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满腔热血 大家都想说想要都更想要换一个比较安全的房子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最高有超过七成的同一比例 然后可是后来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法规 我们没有跟上附近的新北市啊台北市啊的法规 因为像台北市的法规它最高可以到100%的融机奖励 那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基隆市的高率离止的这个法规 还是在20几年前的法规 刚刚有跟我们联融社区的会长跟我们在地的住户长辈 大家提几个建议 就是第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比照直辖市给予海沙屋的一个都更奖励 但是基隆市其实是需要这个都更奖励的 所以我们会请我们都发处来跟中央协调 可否比照直辖市给予同样的海沙屋都更奖励 我觉得这是一点很重要的 那我们也会请我们的立法委员办公室来协调 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都更办公室四月就要接牌 那我也希望说他们把这个地点联融社区纳入做现在立即要来推动的一个都更的标的范围 然后连同隔壁的相关的一些国有土地看能不能做共同的开发这样子 那我也会未来继续来追踪这个案子 每个月来追踪这个案子的进度 我会请区长区长 那个坤达区长在吗 你大概每个礼拜每个月针对这个联融社区 在我办公室来开个会请他们过来一下 那我想这几点 那耐震补强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那耐震补强的部分这个其实了解到过去其实有一些补强 不过经过这次地震的确刚好去看有一些钢筋有裸露 那柱子也有一些腐蚀的状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协助 因为经过这次地震那个国土署 它这有一个阶段性补强的一个专案 那最高可以申请到450 那相关的细节我们可以跟他联络 然后请他们派专人来协助社区 那后续来循这个程序来做申请 在地震频传的情况下 联红社区居民希望市府能协助 向中央争取更优惠的都更奖励 让他们的房子能够早日进行都更 确保居住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